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卖萌卖出新高度 穿白裙拍宣传片 点赞数超过135万 说起娱乐圈中比较会卖萌的女明星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脑海中会出现迪丽热巴的名字 迪丽热巴23岁时 在电视剧中饰演了高文这个角色 凭借过人的卖萌技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 迪丽热巴在其他电视剧中也展示过自己的卖萌技术 也获得了不错的关注度 如今迪丽热巴又展示自己的卖萌技术了 而且卖萌卖出了新高度 10月15日 迪丽热巴在个人社交账号中更新了一条动态 晒出了一段时间长度为一分钟的视频 从迪丽热巴晒视频时的文案来看 这应该是迪丽热巴为自己新拿到的代言拍摄的宣传片 视频中有很多迪丽热巴卖萌的镜头 这一段视频的点赞数超过了135万 迪丽热巴拍摄这一段宣传片时 穿着一件白色的吊带裙 从这件吊带裙的款式来看 似乎就是为了卖萌而设计的 这件白色的吊带裙 不仅肩带设计的比较宽 而且裙白也设计的很蓬松 很好的提升了迪丽热巴的少女感 显得迪丽热巴萌萌 看得出来迪丽热巴对自己的颜值还是挺自信的 女明星拍摄宣传片时 很少会让摄影师拍摄自己的鼻孔 在这一段宣传片中 就用迪丽热巴鼻孔的特写镜头 不过 画面看起来还是挺美 看来长得好看的女明星 怎么拍都好看啊 虽然迪丽热巴在这一段宣传片中的表现很不错 但是最为精彩的还是她对镜头卖萌的部分 在宣传片结尾处 有一个迪丽热巴对着镜头说皮卡丘的画面 迪丽热巴正脸对着镜头 将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嘴边 不仅样子很可爱 而且氛围感也很足 这一次迪丽热巴卖萌能够获得这么高的点赞 也并非没有道理的 毕竟 迪丽热巴是一位人气很高的女明星 另外 迪丽热巴卖萌和其他女明星卖萌有所不同 其他女明星卖萌只是单纯的展示自己可爱的一面 而迪丽热巴卖萌时 不仅展示出了自己可爱的一面 而且在她的可爱之中还夹着一丝丝的妩媚 就拿迪丽热巴对着镜头图唇彩的画面来说 简直就是大写的又醇又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